哈喽大家好,我是肖广 提到免死金牌,我想很多的朋友都不陌生 在如今的各个影视剧当中,也是对此进行了大肆的渲染 在民间传说当中的免死金牌,在古代是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叫单书铁券 单书铁券最早出现的年代,要追溯到西汉时期 汉高赌流帮为了巩固统治,并且要奖赏一帮跟他出生如此的弟兄 便颁给这些功勋单书铁券作为褒奖 但是最早的铁券并没有免死和免罪等特权 仅仅是作为一种家官禁绝封猴的凭证 而单书铁券最早有免死的权限,是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之前给大家拍摄过的明朝的单书铁券 距今是有几百年的历史 而这期视频带大家来看的单书铁券,距今是有1100多年的历史 咱们看到的这件铁券的主人叫钱刘,所以也被称为钱刘铁券 而这位主人公钱刘可不是一般人 在五代诗国时期,诗国当中吴越的开国国君就是他 在公元896年,当时董昌叛唐称帝 在全江误果之后,钱刘出兵平定了董昌 当时的唐昭宗就封钱刘为镇海阶渡史和镇东阶渡史 并且在转移年的公元897年,亲赐金属铁券给钱刘 这个金属铁券厚2.14厘米,我们也能感觉到非常的薄 横纵分别是52厘米和29.8厘米 重约132两,也就大概是6寸照片的10倍大 在正面是扣有明文25行,落款一行,共计26行文字 总共明文的正文共有333个字 在过去,民间流传单数铁券一说 其实铁券的名文全部金制,是名副其实的金属铁券 这就是我们所说真实的免死金牌 这上面所写的内容,肯定有钱刘所做的一些功绩 以及对于钱刘本人的称颂 那么最后呢,也是写到了这个金属铁券的重要内容 青树九死,子孙三死,祸犯长刑,有私不得家责 刚才我们也说到,在南北朝时期 单数铁券慢慢就有了免死的权限 那么早期的单数铁券在免死的次数大概是在三次以下 从北魏到唐代,免死的次数在不断的增加 到了唐代后期,当时受刺铁券者的子孙 甚至都可以凭借铁券免死一到三次 而唐昭宗亲自给钱刘的金属铁券 上面就写道,可以免钱刘九死 也就是说可以让钱刘免死九次 而他的子孙后代也可以免死三次 并且如果触犯了一些国家的法律 那么当时有关的官员也不得过问 从这件金属铁券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当时钱刘所受的恩典有多么的厚重 而且距今也是有1100多年的历史 保存下来是非常的珍贵啊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点赞加关注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